除了流行歌手以外 今年的金票獎 包括觀眾民和客家歌手 還有關心社群傳播 土地政議的歌手 也都在電臺 電臺表達自己的訴求 聽到電臺的導管民旺 另外 特別說 現場實施辦 已經過往的無話歌 鳳飛飛 非常由鳳飛飛 好聲 露一段感謝書 來表達開連 我反核 我是人 我反核 第二十四個金票獎 在暗班獎 拿一個歌手 露宿雍作辦公室 這場代表達反核訴求 最加客氣歌手 由湯雨昕 他們兩個世界中獎 黃蓮玉 陳生 應該是柴油的 滾石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但香港英聯合合作 反核歌手應該是差異的 張璇為社群現場的 每個社群人都是立委 連他都最加作詞人獎 路不由張璇 在到最加作詞人的競爭 所以大家只發瘋求 的希望 把這個 trying to outs 因為地方的政府 要掠奪我祖靈之地 非常的難過 我們抗爭了很多次 沒有關係 卡迪布布羅的人是最勇敢的 由他來自黃玉琳更勤奉 這次已經聽眾特別講現象 白虎已經過世了 沒辦法由鳳飛飛 便請由鳳飛飛學生 多謝一段感謝書 最後我想說 很希望媽媽今晚 同期次來領這個獎 因為跟很多人一樣 我也很想再聽聽他心口 說一聲感謝你 今年的第一關王國休 分別用一行二十幾年 疫苗下告用台南傳接的謝明佑 還有上海高尿李雅沙在到 今年會長也出現了歡喜 跟聽比賴我的票議 不論你關心社 我們傳播歌手也分分支援 讓今年金票座面向 國客多元 記者綜合報導 關心社 媳婦 谢谢观看